這次我演繹一個媽媽 又怕事 又不敢演到現實 媽媽最近經常見到一些奇怪的事情 她跟孫女說 她們一起去找一些解決方法 因為已經嚴重到影響到日常生活 題材這次選得很好 因為我的現實生活的確聽朋友跟我講 經過這段影片的拍攝 好像是我自己第二次的經歷 因為所發生的事情 我過往真是親身體驗過 因為這個故事發生在香港 同時很貼近 因為日常常遇到一些奇怪的事 當我聽到的時候 我第一次叫她說不用怕 要處理 而且真的不要再妥 白眼前身 白眼前身 關你眼事 就關我事 對 對 對